大家好,我是Matthew,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我 都很久没有和大巴开Live 听完他昨天的两节,Buno和普巴如何共存 我又隔空回应他 大家没有时间一起做节目,六个音一起讨论一下 大家有意见也可以讨论一下 继续之前的前撤,我们所有球员都会尽心尽力为球队踢球 如果不是用前撤来说,其实都没什么可以讨论 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对普巴的态度,马仔的态度不满 不是不满,我只是有存疑 有些疑问的,但这些事情都不去讨论 即是不撇开这些事情来说,就是说大家很用心去打球 我就有两个阵式 后防四个球员就不说了 我会觉得普巴和Buno加上Mathomany三个踢中场 然后前面可以放马仔,福仔和詹斯在前面做三个进攻点去踢 为什么不用废特呢,因为我认为废特 如果出普巴的话,就会暂时放弃废特 还有第二个我觉得可以更加进取的阵式 就是废特和Mathomany三个防守中场 就是普巴,中间是马达,右边是Buno 前面再踢一个前锋 可能是马仔,福仔,或者伊加鲁都可以 甚至放詹斯在前面,我觉得也可以 这个可以组织更加厉害 但是防守方面可能需要吃力一点的阵式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意见 大家有意见都可以留下和普巴再讨论 不是我讨论,是和大巴去讨论 我觉得普巴之前的困难 我讨论的困难,我也有说过 不知道大巴有没有说过 或者其他朋友有没有说过 就是普巴拿着球的时候 如果他见到有球员可以给球 他就会很快去给 但是当他找不到球员去给球 对方的敌方球员两个一起招呼他 普巴就很容易被人撞掉 或者他会传球出来,很容易被人截到 这个也是普巴的一个很大的为人所批评的地方 或者大家都很觉得他整天都会脱球 整天都会保持着球 但是我的意见就是他找不到人去给球 令到他很容易 一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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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可以给球 就被人夹掉球 但是如果之前,其实也很少出马达去帮他手 或者出马达,马达可能是前过去一些 他也都找不到空位给球的马达 那现在班奴呢,我觉得班奴可以解决到这件事情 就是不要说解决 可以帮忙到很多的 就是可以现身多些 也就好像刚才大巴那样说 普巴就可以和班奴两个有多些的传播 短距离的传播 可以分到多些机会出来 因为普巴很多时候都看到他要两个人去牌 那班奴呢,很多时候都需要两个人去防守班奴 那如果他们两个人 在中场那里可以自己有一些短距离 去撕破对手 或者令到对手 没有那么多空位 那会 前面的球员也会比较多了空间去踢球 因为以技术型来说 其实看到马仔很多时候都需要两个防守球员去招呼他 另外如果右手边 詹姆斯也好 或者魏美沙加也好 那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两个球员去招呼他 那 所以如果可以同时间 普巴和班奴 是可以出到的话 那对于对方的防守球员 都是会很有压力的 就是会需要 就是 加上普巴的身体对抗性也会高一点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你one on one 就是单对单防守他 就不是那么容易撞到他的球 但是 就 后面的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 无论我们打另外一个防守中场 或者两个防守中场 就是麦汤 或者 废特 也都是 就要逗后一点 就是 如果他们 脱球 或者怎么样 在后面的时候 多一个选择 让他们去传播 那么 会 就是 防守中场 加上 普巴和班奴 那我们三个 就是可以有更多的 全球点 让他们去 找到位置 去传播 去进攻 所以我觉得 是 当然 就是 我们未来 还有 也有 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 普巴 大家 无论喜欢他 也好 不喜欢他 也好 在于这个 就是 我们花了钱 要出钱给他 人工也不低 那我们当然 是 没理由放在那里 不用的 就是无论他有离心 也好 或者 但我们 我也认同大巴说 其实 他都 暂时都 就算有离心也好 想要继续踢也好 那就 怎么都要 为自己的 国家队的前途去努力 因为 怎么都要 争取 入到法国国家队 不是真的 靠普巴 两个字 这个名字 就可以 入到大军 所以他怎么都要 还有 就算他入到大军 法国国家队大军 他都要有状态 所以 他 他出岛的时候 他肯定 都会 很努力 就是我觉得 他都会 很努力 有心去 争取表现 还有 之前 我想 大家在上一季 都看到 尤其是 季尾 那一年串的 输球和球 大家都 对于普巴很不满 可能他也很 很适合 或者 表现又不太好 他的态度又 古古怪怪 没什么深踢球 其实 我忘了有没有说过 我自己的意见 就是 很多时候 都是上半场 很努力地踢 但是队友支援不了他 我们开始 会 会有些 负面的情绪 有些失望 那就会影响到他下半场的表现 所以 但是 班奴 现在来到 我也看到他 就算是逆境的时候 他也是很有心的 最重要是 球场上面 多些球员的 带动士气 互相走动去保位 才是可以 有一天 就是我们说的 熊摩精神 就是 不怕输 不怕输 是逆境 我们如何反撲 就是因为球员的心态 大家要有这个心态 才可以 可以 反败为胜 所以 但是 我们也看到 普巴这方面 心理的质素 是比较差一点的 所以 但是 班奴是OK的 之前 我没有怎么看那些 葡超 赤不亭 但是 他也 他对球队的成绩 也不是很好 但是 他也是队长 也是很 会 就是 士气上的控制 鼓舞 都一定是做到 一定程度的 帮助 但是 不过 我们球队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都是那个 就是没有球队 怎样去 怎样去 没有球队走位 去发动攻势 其实见到 班奴现在 带着球队 其实很多球员 都仍然 不走位 就是 马仔也好 就算 甚至 詹姆斯 也不肯走位 所以 为什么 班奴的最佳拍档 就 像是 马达呢 因为马达 就会 很主动去走位 所以也很帮助到 班奴 和其他球员 如何去发动 组织 这个攻势 大家 拭目以待 我觉得 蘇斯克茶 怎样都会出 泡巴 还有 我们 就是那句 让你选择 泡巴 和14 15 那你要选择哪个呢 我想大家都 毋庸置疑 一定选择泡巴 所以大家都 有一句 我们都是猛撑的 所有下场的球员 甚至 14号 15号的球员 下场 我们都希望他踢场好球 而不是 希望 他们继续衰 而没有正选 没有得出场 而我们希望 所有球员下场 可以踢场好球 那么 差不多 我答应了 泡巴 答应了大巴 我今天 长话短说 现在九分多钟 看看大巴有什么回应 稍后再回应他 是这样的 多谢Matthew 跟我们说了他的意见 我想我就会这样的 这个 这个 看样子会慢慢继续下去 这一集 就是 第三节 我想 稍后我就会集合其他的 漫迷意见 一次过回应 可能这是 连续剧 这系列可能会继续做下去 即管看又如何 今集就这么多 多谢Matthew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